大家好,昨天除了人民海军退出美军在运泰地区的磋商机制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新华社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署名叫做新时评 我们也知道,人民日报或者新华社等等,这些署名都是非常有深意的 比如人民日报的钟声,敲那个大钟,木骨沉钟 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中国的声音 所以钟声评论的往往是中国对外的一些事件 譬如贸易战以来,如何评论和美国的一些事情等等 那么新时评呢,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新华社的评论 简单读一下,这篇评论说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散布种种从美贵美的论调 或艳羡美式民主自由,或吹捧美国人权现状 或夸大美国制度的修复能力 更有甚者,竟然大开脑洞,赞叹美国的防疫能力 事实是最有力的谎言的粉碎机 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30万例的惊人数字 黑人弗洛伊德,我不能呼吸的痛苦呼救 美国政治计划的混乱局面 一些美国政客背信其意 蛮横无理的霸凌行径 早已经是灯塔国的形象,在世人心中崩塌 一些人再怎么精心粉饰,可就是忽悠 也难免被事实真相打脸 人们心里有赶秤,一些网友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明明是笑话,他们却当成神话 从美贵美者,往往逢美必捧,逢中必变 他们只问立场,不问是非 信奉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对自己的父母之邦,却极尽诋毁畅衰之能 他们乐于编造各种美国童话,甚至造谣传谣,也在所不惜 一些美国政客倒行逆施,造成后果严重 他们要么揣着明白装糊涂,要么忙前忙后帮着洗白 反过来,中国发展取得再大的成就 在他们的眼中,不值一提 一个朝气蓬勃,争争日上的新时代的中国 在他们看来一无是处 说到底,一些人在精神上还没有站起来 从美贵美,把美式价值奉为归孽 对世界霸主扶手贴耳,思想上患了软骨病 在斗争中甘当投降派,丧失了自信心 也丧失了基本判断力 一些人天真的以为,以利益换安全 靠妥协求自保 只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就能换来相安无事 如此荒唐之论,哪里还有一点中国人的气节和血性 一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还自诩这是客观 深刻,动见 岂非夺夺怪事 对这类是非颠倒,自丧志气的扭论 对那些赎典忘宗 著作为虐的贵族 必须坚决斗中,戳穿其画皮 消除其影响 不让错误价值观蛊惑人心 中国人民不怕事也不惹事 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 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 面临大风大浪 只要我们有信心有定力 坚定不宜办好自己的事情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一个自立自强文明进步的中国 是治疗远古病最好的良药 对吧,这篇文章不是很长 但是态度是非常鲜明的 一个是说国内的 对吧,这些从美者呀贵美者呀 再加上一些海外的华人 对吧,极尽各种谎言等等吧 对着自己的母国之邦 极尽诋毁畅衰之能事啊 也包括说了一些美国的政客等等 那么最后啊 又批判了一下这些所谓的贵族 必须要坚决斗争 戳穿其话题 消除其影响 不让错误的价值观 蛊惑人心 对吧 一个呀 我们觉得新华社这个东西 发的有一些晚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 因为新华社它的性质等等啊 那么它要发一个 这种评论员文章肯定就是要做这些事情了 那做这些事情呢 肯定是对国内的舆论圈 媒体圈啊 等等啊 进行一些整治啊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但是说实话吧 也不是说整治就整治的呀 它是有一些步骤的 有一点点要做的 其中还涉及到很多呀 对吧 你包括咱说 新京报啊 或者其他的媒体呀 它背后有很多的利益在那里的呀 而且有很大的一票人 是抱有这种想法的 抱有这种贵美啊 或者是从美啊 等等 对吧 也有很多人啊 就美国这个疫情啊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还去捧等等 那这些人其实也是不少的呀 尤其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方方 要提到方方啊 就提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作家协会发了一个公告 有38位军队作家退出了作协啊 也就是说我们的军旅作家呢 先退出了作协 这个事情也让大家联想啊 要联想到方方了啊 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 但我觉得也不完全是 因为方方 因为你为了一个方方 你去折腾整个作协系统 没有这个必要啊 怎么这不是因人费事吗 那其实另外一个角度看啊 其实整个作协系统啊 也是我觉得非常值得诟病啊 老说以前混过这个圈子呀 其实对作协系统的诟病是非常严重的 首先这个作协啊 来自很早的左翼作家联盟 到新中国 新中国的作协呢 比如我们熟悉的山药蛋派的赵树里啊 还有周立波 周立波写过山青巨变 暴风咒雨等等 当然不是上海说清口的那个周立波了 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作协的这些作家呀 当时啊 他们是因输入协 确实有很好的文艺作品呀 包括我们现在活跃在作协里的吧 比如陕西的作协主席 甲平蛙等等 都是一顿的作品呢 但是我们客观也讲 甲平蛙年纪也很大了 那这也说明什么呀 就把很多省市的作协主席啊 年纪也比较大 不能推陈出新 对吧 第二个呀 他形成了一种权力 一种圈子 国家作协省作协市作协等等啊 里面有很多的经费等等 那很多的作协会员啊 写了东西不客气的讲 狗屁倒灶乱刀不看 其实作协这种系统啊 从他设立之初 对吧 就是一个呀 是要看市场的 但是文学这个东西 你完全跟着市场走 譬如我们看现在的影视 完全跟着市场走啊 也是各种制造爽点啊 乱七八糟 对不对 大家呀看着呀 也未必好看 越看越觉得乱 你譬如最近这个大情妇 虎头蛇位 拍着拍着就成狗血爱情剧了 那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投资方啊 要挣更多的钱啊 所以把这个剧集无限的压力拉长 其实我们现在反过来看 你譬如战争剧 能超过当年北影 长影上影 八一场的那些吗 譬如 呃 长影的对吧 这个上甘岭啊 八一场的大决战三部曲啊 你包括其他的啊 譬如拍的四大名著 西游记 水浒传 三国演义 红楼 还是当年央视拍的 但是当年拍的这些东西啊 制作周期是非常长的 也不怎么挣钱 他靠的就是有一定的体制啊 嗯 比如我们说开公司的演员啊 啊 开公司的导演啊 等等 那你通过这个看啊 他有他有作用的一面 有让很多人专心的钻研艺术 不受市场的影响 能够扎下心来钻研艺术 但是啊 就是凡事啊 就很容易化 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对立面 那么慢慢的啊 这种钻研艺术啊 就变成一种权力 变成一种圈子 变成未申请经费 而申请经费 我们很多作家协会的呃 这些会员啊 等等啊 写的东西狗屁不通 对吧 甚至说呀 毫无影响力 毫无市场 基本上就是靠着一些图书馆的系统啊 网上发 对吧 定价还不低 嗯 其实不仅仅是作写的 有很多的协会也都存在着这个问题啊 嗯 简单再说两句 出版圈了 对吧 还有这个出版社一样 我们现在很多的出版社 靠卖书号活着 其实不是现在啊 大概十年前也是靠卖书号活着 对吧 其实说 所以我们看现在出版的很多书啊 打着某某出版社 某某出版社 其实很多书都是文化公司做的 但是文化公司没有出版权 他要买书号 因为你出版有个编号吗 这个编号只有出版社有 所以很多出版社就靠卖这个编号 嗯 其实作协呢 现在对吧 和很多出版社啊 大批也是这个样子啊 其实很多落后的呀 对吧 要么淘汰 要么改革啊 但是回到作协这个系统啊 我觉得它是需要进行大改革的 其实我倒不希望淘汰啊 但是要精简一下机构 对吧 从国家作协到省作协到市作协 对吧 甚至某个县还有作协 这就 我觉得也不用渗透到那么基层 用不到渗透到那么基层 我觉得到市一级啊 就可以了 呃 甚至 对吧 这个县级市也没有必要 对吧 就到地级市那里 或者直接到省那里啊 就可以了 而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像 呃 左翼作家联盟 包括后来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啊 这个对吧 中国作协啊 或者说我们举的之前长影上影的 这些电影这边场的这种例子 对吧 呃 让你不受市场干扰 但是不是说你写出的东西没有市场 你像这个杨洁版 六小彤 灵虹版这个西游记啊 拍摄时间很长啊 是吧 大家的工资啊 也就那么回事 经历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的打磨最终面试了 那是轰动性的 你包括对吧 这个八一场的大决战呢 包括长影之前的那些东西啊 啊 包括上影之前拍那些 那是有轰动性的 就说让你扎心的研究扎扎 或者说是专心的写作吧 对吧 让你不受市场的影响 并不是说你真正写出来 他也毫无市场 就不是这个意思的啊 呃 所以前两天吧 也和做漫画的网友啊 探讨了一下这个事情啊 对吧 一个是现在的漫画也是一样 紧随市场都是一些快餐垃圾啊 他觉得其实也应该像坐鞋这个样子啊 有一些对吧 有一定固定稳定的公司收入 让专心的 或者扎实的啊 去画一些漫画等等 我觉得是可以的 是有必要的 但是还是回到坐鞋这个问题上 呃 开工资也好 给待遇也好啊 对吧 你专心的画漫画是可以的 但是最终你画出这个东西 一定是有市场的 对吧 不是说让你没有市场啊 而是让你不受市场的干扰 让你有稳定的收入 稳定的生活 能够安心的创作 但不是说你最后创作出来一个垃圾 没有人看毫无意义的东西 是吧 嗯 可以保留一定比例的曲高贺管 但是这个曲高贺管啊 要经过同行评议啊 你这个文学水平确实很高 是吧 或者某一些啊 有一些 呃研究的是比较冷僻的领域啊 也不能取消 这也是可以啊 但是这些不能占主流啊 对吧 总体上 还是你最终作品拿出来 对吧 是能够引起糊弄效应的 在同时呢 又有艺术价值 达到艺术市场的双丰盛 嗯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觉得做写这个行政级别啊 一定要取消 你像方方听底待遇啊 啊 这个等等 这些东西啊 我觉得是要取消的 呃 不要设这些行政级别的待遇 对吧 这一类的像作写啊 还有其他的很多吧 他毕竟不是政府组织 那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录完了吧 啊 就两部分啊 一部分读一下新华社的这个评论啊 通过这个评论呢 对吧 点了一下外国的政客啊 点了一下海外的高等华人啊 等等啊 但主要还是对国内喊话的啊 就像很多网友说的是对公知喊话 对吧 除了公知啊 也包括国内的很多媒体 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媒体圈呢 应该是要整治一下啊 国内的舆论圈确实是需要整治 对吧 当然这个 很多时候啊 他一抓就死啊 一放就乱 对吧 你要整整治的时候也很容易出现 另外一个极端啊 很容易整治的什么也不能讲了 也也不好啊 就是这个度啊 要把握好 我觉得还是以宽松 以自由啊 言论自由的这个角度上 那么在自由的这个大环境下啊 又限定标准啊 限定 对吧 这个基本的立场底线啊 就可以了 也避免啊 一整治 一抓就死啊 那同时又谈了一下 这个38位军旅作家退出作协 就此谈一下作协的事情啊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请订阅一下